你可以先你先拍一下看看我看看在镜头那边有啥样 好久不见 我现在在这说好久不见我朋友都在懵 我们刚下播不超过10分钟你们告诉我好久不见 合计我有病 我就这边说两个我看看正好卡在这 对对正好卡 我都没办法见吗感觉还行 最近咋种了昨天晚上喝酒了 现在你居住 我居住 然后我那个屏没进去 这个屏没进去 这个屏最开始不用进去 对吧 这屏最开始不用进去 这两个屏进去 我刚才还喝咖啡感觉 喝完咖啡感觉也不能啥 这朋友是王老板不是 喝酒喝的 这样别挡我这个看台词 感觉你们刚才放那种挡我看台词 我跟你们说最近我不是回沈阳了吗 天天被老同学老朋友拉着要聚会 这不刚跟一个一 刚跟一帮大伙爷们聚完回来 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跟你们交流一下 现在这些男生啊 越来越注重细节 外表看着都五大山屋 外表都看起来五大山粗的 往往那一坐 左边飘来一阵浓香水味 右边飘来一股子古龙水的味道 这一波一下子给我整的有点蒙笔 可以准备开始 将用 一段一段来啊 对 先来一段 哎呀 你们别在这儿笑 对 可以了哈 靠着这个位置大概正好 靠着这个位置正好 对对 今天别往前 对 你可以往前拿一下 然后具体的说 可以可以 准备 看一下 我跟你们说 最近我不是回沈阳了吗 然后这个整天被人拉着去聚会 这不刚跟一帮大老爷们儿居然会回来 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给你们交流 哎呀 等一下 缓一下缓一下 就你们在这儿整个有点紧张 你知道吗 平时是很顺畅的 这老老广告人了 真的 平时没有这么 那个啥的 词都记得很清楚 你直接就是 不停机 咱就可以 对吧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哎 等会 三二一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这些男生越来越注重细节了 因为我刚才去吃饭嘛 一群这个五大三族的老爷们儿 我就都感觉 左边突然之间就一股 浓香水的味道 右边就一股这个补龙水的味道 这一股一下子给我整的就有点猛了 僵硬很僵硬 等会儿 嘿 等会儿 这股一会儿重来啊 这股一会儿重来 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跟你们交流一下 我是不是刚刚继续回来吗 然后我就发现 现在这些五大三族的老爷们儿 确实就越来越注重细节了 刚才我左边就一股这个浓香水的味道 右边就一股这个补龙水的味道 闻起来就感觉我整个人很僵硬 这段差不多了 下一段啊 因为你们知道我一向不可能落于人后 表现特别淡 你可以停息一下 先停一下 这个我还得提问一下 现在这个 对 咱刚才露出了 露出了 它是我等高冲的镜头包 啊 我给方法了 对 重来 重来 走了 重来啊 对 我先把最后的第一段先 你都将一个这块啊 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 对 好 开始告诉我 准备 3 2 1 我跟你们说 我最近不是回沈阳了吗 然后成天有一堆人找我去聚会 我这刚跟一群朋友聚会回来 然后这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这些五大三粗的老爷们 现在是越来越注重细节了 就刚才 我左边一股这个浓香水的味道 右边一股古龙水的味道 闻起来让我整个人很僵硬 因为你们知道 我一向不可能落于人后 表面特别淡定 我心里一直寻思 就现在男生都这么习惯用香水了吗 我该怎么导致一下 该把这个味儿引回来呢 所以赶快回来问问大家 你们都喜欢男生使用什么类型的香水 说实话 我是不太喜欢 我怎么挺喜欢喷 我说实话 我是不太喜欢喷香水啊 也不能说是不习惯吧 主要是有的男孩子他懒 比如我每次出门都着急忙慌 陪陪你在我吃不见呗 我让你给我调整台词 你就是把这个台词调成东北话了呗 我告诉你是我平时喷香水 我让你调整一下 我不是让你把他这个原台词给我调成东北话 你这根本就跟刚才一点没变 然后全是变成东北味儿的 又许四又什么着急忙话 这网上整的 你告诉我的就是适合我的台词 就是全调成东北话呗 给我干冒汗了 行行行 没 没了 没情况 因为你们也知道 我一向是不落于人后的 然后我就心思 就是我不能输啊 我怎么才能把这波搬回来呢 我思前想后啊 我就合计来问问你们 我问你们什么呢 你们都喜欢男生用什么样的类型香水啊 我这个人吧 不太习惯用香水 也不能说是不习惯 就是比较晚 出门的时候吧 经常想不起来 有时候着急忙忙的 就把这事又忘了 那这别的人 好 重来 那边重来啊 因为你们知道 我一向是不不喜欢 因为你们知道 我一向是不可能落于人后的 表面上我装的特别淡定 然后回来以后我就一直心思 就怎么才能把这一层搬回来 所以说我特意过来问问你们 就是你们喜欢男生用什么样类型的香水 我也不是说我不喜欢用香水啊 就是经常因为比较懒 然后这个出门着急忙忙的就不习惯 就把这个事就给忘了 真要喷这这段已经完事了啊 真要喷香水吧 还有点怕选错 比如浓香水气场和气味刺激性过强 会让人觉得有压迫感 淡香就可能不一样 让人感觉比较舒服一些 不经意之间 我就不愿意用香水 我就用沐浴露 我都懒得喷香水 我愿意洗澡啊陪伴 那洗澡是不比喷香水不方便躲了呀 真要喷香水吧 还怕选错 浓香水刺激性过强 会让人觉得有压迫感 淡香就不一样 比较舒服 不经意会拉近人 我以前很讲的都没有冒胶 既然能技能不放用 还避免香味出错 那就会有压迫感 就是选择一款味道非常棒的沐浴露 每天洗澡都不能忘用 是不是完美 该说不所聊 这一说到沐浴露 我给大家安利一款 这就是我一直在用的 戴斯恩沐浴露 摆在面前 蓝色的瓶 泵头打开 要用掉一起的感觉 说的时候可以拿在手上 红瓶绿瓶可以不打开 但也需要入镜 这款沐浴露是无硅油的精油沐浴露 里面有 灶 带成分 温和裱活 是环保的有效洗净成分 不含硅油 所以洗完之后不会假滑 说实话味道也不会特别冲 嗯 有的味道太冲了 对我这种喜欢淡香的不是很友好 哎呦 一段一段来啊 一段一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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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一段段来 括号里面的话不说 黄色的话不说 嗯 我问到这边是 好了 记住了 你真说要喷香水吧 你说我选择这个浓香型的 气味特别重 你真说要喷香水吧 你说我选择这个浓香型的 气味特别重 然后就会给人带来一种很强的压迫感 淡香型吧 确实是比较合适 会让人觉得就是 没有什么距离感比较舒服 但是有一点是 就是每天喷香水这个事很容易忘 我灵机一线 小脑瓜我一动 我想起来一个特别好的小妙招 我选择一款具有淡香型气味的这个沐浴露 每天在我洗澡的时候 哎 直接把这个沐浴露涂抹在身体上 完全不会忘 然后身上还有一股 非常好闻的淡香 这一块可以 下一块 六块弄一下 这里面的这么热呢 这么没有空调啊 该说不说是吧 哎 哎 该说不说啊 提起沐浴露 我不得不给大家RB一款 我最近经常在死市 退 哎 哎 三二一 三二一 哎 三二一 哎 我凉会凉会 我缓一会缓一会缓一会 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谢谢这一次的王法叔 哎 该说不说 这要说到沐浴露 我要给大家安利一款 我最近一直在使用的 谢谢踏实费是 带斯文沐浴露 这款沐浴露 这款沐浴露 是无归油的精油沐浴露 里面的灶带成分温和的表活 是环保 是环保的有效洗性成分 不含硅油 所以洗完之后不会假滑 哎 还可以吧 对 直接冲 冲那边就锁了 对不对 之前洗发水是一个牌子 之前洗发水推广的挺好 人家客户爸爸又找我了 怎么着 哎 哎 该说不说 既然提到了沐浴露 我不得不给大家安利一款 我最近经常使用的 带斯恩牌的 沐浴露 哎 哎 哎 既然提到了沐浴露 该说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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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挨的那点不自然 那感觉很僵硬 哎 该说不说 既然提到了沐浴露 我不得不跟大家安利一款 就是我最近经常使用的一款 带斯恩牌浴露 开始 然后刚才说播了吗 开始是吗 开始 开始 哎 哎 既然提到了沐浴露 我不得不跟大家安利一款 我最近经常使用的 带斯恩牌浴露 这款沐浴露 温和无归油 里面富含代造安家 这是一款啊 从来 刚才这段可以了 这段可以了 直接给下一句话了 است 你们挨啥呢 你 在这跟我挨挨的 挨挨挨挨 挨挨 我就喜欢这个弹性 我怎么认识这个字 来我告诉你们我怎么认识这个字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我为什么认识这个字 有拼音 行了吧是不是你想要的答案 宝儿你要开始贷了吗 没有贷 就接了个小推股 不是贷 宝儿你要开始贷了吗 不是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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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什么东西 会不会这个开风扇伤太大 是吗 是吗 拉了 没事咱挺力挺 这款沐浴露是一款无硅油的精油沐浴露 里面有灶带成分和加温和表壶 我只要把这句话背完后面就无所谓了 后面的话就都没有几句了 还有三句话四句话结束 这款沐浴露是无硅油的精油沐浴露 里面有灶带成分加温和表壶 是环保的有效洗净成分 不含硅油 所以洗完不会假滑 完全寄起来 给大家来一个不卡断的台词表演 这款沐浴露是一款无硅油的精油沐浴露 里面富含灶带加表壶的 温和表壶加温和表壶 有灶带成分有加温和表壶 这款沐浴露是一款无硅油的精油沐浴露 里面有灶带成分加温和表壶 然后因为它没有硅油 所以说洗完之后也不会假滑 Yes 蛮辣一句话 环保的有效洗净成分 这款沐浴露是一款 这款沐浴露是一款 三二一开始 这款沐浴露是一款无硅油的精油沐浴露 然后里面富有这个灶带成分加温和表壶 是环保的有效洗净成分 是环保的有效洗净成分 卡顿是不太多了 是不是 不太顺畅是不 对 我再来一遍 准备 准备 三二一 这款沐浴露是一款精油沐浴露 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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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了 准备了 这款沐浴露是一款无硅油的精油沐浴露 里面富含灶带成分加温和表壶 是这个环保的有效洗净成分 因为没有硅油嘛 所以说就是你洗的时候就不会产生那种假滑 完美 说实话 它味道不会特别冲 有的沐浴露味道太冲了 对于我这种喜欢淡香的不是很有好 下一句了 而且说实话 它的味道不会特别冲 有的对于我这种喜欢淡香的就不是特别友好 完美 它这个沐浴露的香情也很有层次 刚用的时候 打开蓝瓶闻一下 嗯 是有点稀有味 外加一点荔枝和橙 我们品酒呢 很好闻 不会像那种香情的味道挺自然 后面中调 尾调 还有茉莉和琥珀 琥珀是啥味 另外两瓶我还没用 闻了一下 也真的很好闻啊 指一下另外的两瓶 凑近闻一下 总之戴恩斯戴斯恩戴斯恩 总之戴斯恩家做香味还是蛮绝的哟 我跟你们讲 好妹妹们 夏天到了 这种小亲戚可太加分了 你们跟朋友出去玩 浑身散发着 这种隐隐约约清幽的香气 好感度 真是蹭蹭蹭 帮帮 拉满 行了不说了 今天出门出了一身汗 正好去洗个澡 回头再见 拿起蓝色沐浴露 起身走出 房间 真是一身汗 准备好了 已经快了 也快了 就差三句话 四句话 三句话 其实就是三句话了 把这句话背下 这个沐浴露的香气也很有层次 刚用的时候是有点西油味 外加一点荔枝和橙子的味道 很好的 不像那种香景的味道 非常的自然 后面 中调和尾调 还有点茉莉和琥珀的味道 另外两句话 我虽然没用 但是闻了一下 确实味道也非常好闻 我不说别的 戴森他家 在做香味这块 还是挺绝的 牛逼啊 牛逼啊 唇顺下来了 自不自然 都没看这个词 有点东西 我这背台词能力这么强吗 感觉不能当主播 去台的应该就当演员了 再捋一遍啊 这个沐浴露的香气也非常的有层次啊 最开始刚用的时候是一股西油和立质的味道 后面中调和尾调 还有一些茉莉和琥珀的味道 不说别的 他家另外两款这个红瓶和绿瓶的 这个沐浴露 虽然没有打开 但是闻了一下 也非常的好闻 戴森他家 在做香味这块还是挺绝的 橙子 还有点橙子 你们比我记忆还好 我都忘了橙子这个事 不背词吗 背词吗 你们知道吧 这钱哪 你们不好挣 这一遍遍在这 这个沐浴露它的香型 这个沐浴露的香型也非常的有层次啊 就是 这个沐浴露的香型非常有层次啊 刚用的时候有一点稀釉的味道 然后还有一些荔枝和橙子的味道 后面中调和尾调是茉莉和琥珀的味道 我也闻了一下这两个 虽然我没用啊 但是 感觉这两个味道也非常的好闻 我就觉得这个戴森他家在做香味这块还是挺绝的 荔枝 好开始了 可以了 准备好了 他一回来 我这一遍直接给他过来 然后这朋友对我也是一个刮目相看 一个带货男主播的基本素质 这个沐浴露的香型也非常的有层次啊 刚开始闻是一股柚子的味道 后面还有一些荔枝和橙子的味道 后面中调和尾调呢 伴随着一些 这个沐浴露的香型也是非常的有层次啊 刚开始闻的时候是有一股西柚的味道 是西柚的味道吧 是西柚的味道 我也加一点地质和橙子的味道 很好闻 不像是那种香景 挺自然的 好了 这个沐浴露的香气也非常有层次啊 刚开始是一些西柚的味道 后面有一种橙子和橘子的味道 不像是那种香景的味道 就是还挺自然的 后面中调尾调呢 还有一种茉莉和琥珀的味道 另外这两款虽然我没有打开使用啊 但是我也闻了一下 非常的好闻 我觉得戴斯恩他家在做香 这个 做香味还是蛮绝的 重来 这个沐浴露的香景也是非常有层次 刚开始闻一下是有一股西柚的味道 并且有一种荔枝和柚子的味道 然后让你不会觉得它特别像那种 什么让你不会觉得 就不像是那种香景的味道 挺自然的 外加一点 有一点 这个沐浴露的香景也非常有层次啊 刚开始闻的时候有一股西柚的味道 外加一些荔枝和橙子的味道 很自然 不会是让你感觉那种像那种香精的味道 然后后面中调和北调有一股茉莉和琥珀的味道 就非常的好闻 然后另外这两款虽然我没有使用过啊 但是我刚才也闻了一下 也是很好闻 该说不说 戴斯恩他家在做香味这块 很绝 还剩两句话啊 我和你们讲啊 妹妹们 夏天到了 这种小心机可太加分了 你们跟朋友出去玩 浑身散发出这种隐隐约约清幽的香气 好感度那只蹭蹭蹭蹭 拉满了 好 这句话 我跟你们说 妹妹们 夏天到了 这种小心机可太加分了 我跟你们说 妹妹们 夏天到了 这种小心机可太加分了 你用上这个戴斯恩的无归游牧浴露 身上散发出这种淡淡的幽香 你出门工作 你出门跟人一约会 那好感度就是蹭蹭蹭蹭 啦满了 词好像不对呀 小薰几个的佳佳 你们跟朋友出去玩 浑身散下散发出这种淡淡 隐隐约约清幽的香气 骂的这个词是一点都 可以是不 可以用是吧 排队说可以用 那我就直接最后一句了 灭了 谢谢刘云要最难的告白灯牌 怎么了 怎么还关进去了呢 就差一句话 最近带了耳根包死了 完了 提死气坏了 插一句话没了完 提死气坏了 杨云不用提死气了 完美 我记住了最后一句 开了那我看一看吧 不是排队外 就这家沐浴露应该冲过这场直播应该给我多加钱吧 我直播间这些人全都能记住这个沐浴露的品牌叫什么了吧 不多说今天初一生还正好去洗个岛下回再见 我有一个小巧思啊 你喊我这段是要 行了不多说今天初一生还正好去洗个岛回头再见 我先走 我先走 然后我发现我的这个带死人的沐浴露没拿 我再转身回来拿完我再走 哎小不小巧思 现在能看一下吗 能 他在镜头里是不是 好 今天出门出了一身汗正好去洗个岛下回再见 呀 我的带死人沐浴露我拿了 然后你拍两个这个 哎拉几个特写拍拍两个镜头 拍两个镜头 怎么样这个小巧思行不行 不自然吗 刚才这边不自然吗 谢谢怂怂榜榜榜 谢谢你的干杯张牌 我在播个十几分钟今天凑够一个点我可能就要下播了 跟你们再说两句话 哎呀 开个虫粉 开个虫粉 然后我用那啥呢 今天咱们的这个 那个什么你们也看见了 这身为一个男明星 晚上这工作有多多辛苦 魔法书 专业啊 运劲呢是不 你可以在那边移 行 魔法书 端午快乐 今天眼镜好看吗 新买的 刚才去逛了一下 逛了一下 逛了一下改 没什么没什么牌子 这个 比较小 中的 眼镜 为啥是魔法书啊 魔法书等于JDK 我说合计换个新名嘛 然后这个就是抽一百块钱 抽五一百块钱 然后这个一毛钱可以卡牌子 卡牌子 你们看见了吗 他这个眼镜框是在眼镜片里面的 这是一个片比框大 能看出来吧 比之前的好看吗 还有一个粉色的 但是粉色的我感觉有点浪荡 我就没选择 谢谢 谢谢青鸾 这眼镜不割手吗 不割呀 他这 是有弧度的 还有挺大的弧度的 不割手 很专业 有点渠台的 人家这是搞摄影的 不让人家在这个 拍这个洗发室 我以为这情人吃个饭 你们发现直播也挺好 这个 虽然回到这个沈阳 没办法坐在这个电脑前面 给大家进行正常直播 但是也能让你们看见更多面的我 比如说斗狗的我 在外面拍摄的我 是不是还挺好 太晃了吗 我找个地方固定一下 少了天天 这个斗地主 啥呢 也得有点 别的调剂一下 也得有点调剂 在谁上偶遇我呢 你偶遇不了我的 妹妹不说别的 妹妹不说别的 因为你可能没法靠近我 我出门都带四个保镖 懂吧 任何人想靠近我都会被我的保镖拦住 大主播出门能不带保镖吗 今天那个球星 非常低三下子的攻为我 被我冷漠的拒绝了 因为 我昨天跟我大舅说想吃腱子肉 然后今天早上我大舅去给我买的那个 酱的腱子肉 牛腱子 呃 早上起来以后 就我吃饭 就吃那个牛腱子嘛 他就在一直坐在我脚底下 然后冲着我 吸鼻子 哎呀 又蹭我又扒了我的 我就当不认识他一样 就当没看见他一样 屌的不屌的 我说他反思反思 你反思反思 昨天晚上你对我爱大不理 今天我让你高盘不起 你不能用着我的时候 你拿我当个人 我不用我的时候 啊 你转身就走 那这个社会 能这么惯着你吗 线角 人 一定得是触着来 走吗 卡了吗 可以卡了吗 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 如果说没有卡过牌子 可不可以抽奖卡牌子 卡现在不卡了吧 你 你 哎不行 穿話卡 你这样呗 我一会给你个微信 或者说我问一下他 我问一下我问一下我经纪人 应该那个怎么来把这个 转给他 啤啤 这玩意儿应该怎么转呀 怎么给你啊 我现在这么给你 是不是不押死我的呀 然后抽完这个奖就就下博了 陪陪是不带呢 没事我一会下博问他 我下博给他发微信问他 这一个人啥还得带走 装兜里 这是在我朋友的影棚 我朋友的影棚 陪陪在吗 那不知道他又干啥了 不认真 给钱吗 不给钱 但请人吃个饭 想着吃饭就不博了 这个跟跟跟他聊聊天啥的 就明天再播了 明天再播了 好不好 谢谢大家的粽子 是朋友 他爸是我爸的这个哥们 懂吗 是这种关系 可乐 百度云不行吗 反正你一会儿眼就把我这边已经素材拍完了 到时候咋给你都行 到时候反正我让他咋给你都行 可以吧 我是请的吃饭 等会儿抽完奖 然后 我能播到一个小时了吗 今天 我忘了有点 刚才播了多长时间 就是下车之前 就是 之前那段 加上这段有一个小时 我礼拜二 我礼拜二中午 回杭州 礼拜二中午 回杭州 然后 礼拜二就正常在 加播 后天嘛 就后天嘛 后天就正常用电脑直播了 明天在家怒陪我佬一天 看看我和这方面的话 明天带我佬出去 逛个街 上这个 那种运动鞋店 给他买双什么运动鞋 嗯 别欺负求求求求求 我欺负他 不是他欺负我 你这属于是拉片价呀 谢谢 谢谢畅畅畅的巨龙传说 哎呀 这巨龙传说也太好看了 我特别喜欢看那个小粽子敲鼓 真的 这个特效我不说别的 这个小粽子敲鼓 真是非常有巧思 特别的可爱 看完就感觉莫名的亲戚 感觉跟小粽子都是亲戚 谢谢 别参与他 怎么了 给球球买点牛肉干 行 我为他吃牛肉 我给你开个视频行吧 别等着说我收完我没买 行吧 谢谢可可的小龙肘 我不给的是闲的我知道 不给的是闲的 谢谢欣欣的2200个超伙 谢谢欣欣2200个超伙 到点了吗 还是我还得再待个两三分钟 才凑够一个点 恭喜 这是在录什么 没录什么 拍一个杂志的封面 先进来吧 刚拍了一个杂志的封面 然后 过几天可能会在那个 麻的一下 突然间想不出来杂志的名 时尚八傻 过几天可能会在时尚八傻 这个 放出来吧 时尚八傻 把说沈阳日报的那个我疯了 我上沈阳日报那个寻人启事的板块啊 明天播呀 明天播呀 明天播 我用不用上那个故事会的那个笑话板块啊 我用不用上男人装后面的两页那个影集的那个板块 我从小就是男装的这个用户啊客户啊 我从小就看男人装 从小就看男人装 高中的时候这不算小时候吗 高中 忠实读者 那个时候对于这个时尚啊 美好生活啊 这块的这个主要的消息来源就都源于这个杂志 我有什么影集 我有修门士兵 不知道修门士兵的话就自己去了解一下吧 差不多了 我下播了 走了 拜拜了 明天见吧 好不好 明天见了 拜拜了 拜拜 拜拜 明天见